各位晚安,你們看香港時間看到的時間大概11點半左右 這篇集,我錄的時候也有想過的 但我覺得決定要錄 第一,我要制止葉普城乘機抽水 連登有一個叫硬膠兇爐的,就可以老屈我到這個地步 我就BAN了一筆特子,其實我想知道他是什麼 葉普城那些人全部都要現真身的 這群人真是賊 你說破壞香港民主運動最大的罪名其中一個,黃毓民是一定有份的 我都不用說了 你做僱傭兵做得這麼過癮,我覺得就是沒什麼可能 你是不需要負任何執行 但是蔡子強接受香港人一個訪問的時候 他接受香港人一個訪問,我已經 其實他某個程度已經踩到我的尾巴了 因為大家知道香港人一個是怎樣的媒體 你一個愛護民主運動的人是沒有理由接受香港人一個訪問的 這個是很清楚的,我猜我在座的觀眾沒有人喜歡香港人一個 你問蔡子強推幼的原因我不存拆 但是他對香港評論界以致民主運動的看法我是很有保留的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的反感我明白的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先說評論界 但是我不覺得年輕人是做不到平衡的 我不計算那些被黃毓民帶壞的那些邪魔妖道 那些其實那些本來就沒有妖的,那些很老實 但是我想有一個問題更加值得深思就是 其實我認識很多人是有料做平衡的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走出來 就是以平衡為業也好 或者他真的有個機會出來做平衡的 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 我覺得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你說評論員的價值不是說給傳媒叫你的評論有影響來 這件事我猜很老實的 特別現在主流傳媒已經完全是垃圾的時候 沒有信心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 是評論人自己走出來做媒體那份 這件事 我想這件事我做了很久了 當然我有經過主流傳媒登的文章 但是你知道其實我一向是不一樣的 主流媒體有我的位置 不代表我一定要死痴主流媒體 你知道我很早有自己的blog 很早有自己的youtube 我這個商業營運了兩年半 差不多接近兩年半 差不多 我並不認為評論員的價值是要獲得傳媒的肯定 反正是過去這麼多年 你葉普城那些人出來也看到這件事 很多人是靠 你要靠人事關係才能取得到一個板位 這個就是問題 你看看王世澤是怎樣在評論界開始 1995年一個中五的學生 在明報校園版和SNP丹鋪寫了一段時間 不如試試寫大人 即是轉大人 然後就開始我在明報的評論生涯 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那個年代互聯網也不普及的 那個年代在哪裏 你真的要靠報紙寫的東西才能發表到文章 你那時候互聯網 那時候BBS又是小眾懷疑而已 說真的 那時候 我一個練習倉缺輸入法人 我是練習倉缺輸入法的 那個時候寫的 行不行不重要的 那個時候 因為你 難道你找一些無聊的東西照著來打 我的人的性格不會打得很快 那 練倉缺輸入法那又怎樣 那時候 因為我是用MODEM的人 打完之後 那我就拿別人的報館部FACS機當印刷 我是這樣的 這樣來開始我的評論生涯 那當然那個時候是因緣際會的 因為 近1997年之前 沒有人 願意再入行寫評論 那時候其實報紙 編輯很簡單的 你的文章像樣在那裏登給你的 梁文道也是這樣上來的 但是 現在我們反過來問 為什麼 去到2003年的時候 我已經在評論界 我由報紙號變成電台人 我在評論界已經寫了第八年了 我已經寫了第八年了 我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當時你已經是靠 報紙也好 電台也好 你是靠人事關係才能夠去到你要的位 當然你靠人事關係 代不代表你那件事受認同 當然不是 你靠人事關係也要有實力 問題就是 你這個人事關係本身 阻礙了多少有才華的人 踏足這個行業 這個才是問題 大家想清楚 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你說評論界開始 你說 是不是好像後勁不計 我心想 不是透過年青人不行 你看大革命的時候 那些年青人多厲害 這個問題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 不是不是都說年青人不行 年青人不行 不是這回事 反正很多年青人他們是很有心的 問題就是他們最後 社會制度是逼迫他們走向大革命的 這才是問題 如果你的制度 我們的社會制度是能夠 靠自己的能力 可以很整正常常 我就可以能夠踏足某個位置 我心想 誰要搞大革命的同意 大革命的原因是社會不公在多個方面 每一個層面都有這個人事關係問題 但是 我心想 有一點我幸運我在德國 最後 我在德國 我德國沒有什麼 我德國就是我 不需要靠人事關係的 我DHL 我要開個帳戶 我不用說被人審查什麼的 那個有限公司什麼的 總之就是你有一個正當商業登記 我就開個帳戶給他們 說完 所以不用靠關係的 我給了你戶口 你自己懂不懂用這件事 你自己懂不懂用 用來 免費用 用來折省你的郵寄成本 這是你的問題 這是不是我的問題 香港有沒有這件事 我們苦心自問 香港的社會制度出了時才會 讓一群這麼年輕有為的人 冒著這麼大的風險面對共產黨 走向大革命 其實 這也是為什麼蔡子強後來講 要妥協 我想問怎麼妥協 你有沒有站在年輕人的位置去思考問題 沒有 為什麼熱抱成黃毓民這個仆街可以 承虛而入 黃毓民真的一個仆街 我告訴你 他政治觀察力很強大 但是他真的一個仆街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承虛而入 原因就是 我在世代戰爭的時候 其實我討論了很多次 問題是 我們的世代沒有 哪一邊 我們沒有辦法給一個年輕人有一個 突圍的機會 這才是問題 然後你 你 你 譬如你 你 你 有些人說 上一代也有帶一些人進來 你 你蕭先生也有帶 劉正 進來 蘇浩 劉家鴻 那些人 那問題就是 你變成了你的決定就是個別人會不會看對人 多 那是對不對的 那是不對的 我們是要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然後進行一個世代交替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一個不需要靠人士關係 我們不是認識人比認識字好 我們是一個 真的靠人去達至你的位置的一個社會 這個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事 民主運動的意義也在這裏 所以你問香港 中國的問題是什麼 中國 他是進一步將 他的目標 為什麼年輕人不可能跟中國一樣呢 中國的目標是不單止他要剝殺你香港人的制度 他要把所有東西都變成習近平身邊的那些人才可以擁有 他一元一些東西都不分給他的東西 但是你怎麼談呢 你這樣說 譬如曾蔭權政改方案的時候 你問民主黨進去見中聯辦 我不是那幾番 因為老實說 你中聯辦是中央政府的代表 那你一定是跟他談的 難道跟誰談的 而且那時候反對三腳凳的情況之下 以中國一向的立場 民族不經願意派中央政府的代表 跟你民主黨談的話 這個是突破性發展來的 但是黃毓民就把那件事調轉來說 黃毓民 我想問 那你韓國瑜進去見中聯辦 我自己又不見你 黃毓民 糟糕啊 我韓國瑜 所以你問為什麼我對黃毓民毫無尊重你 他這個人北歐都是一個投機分子 這個人是 就是 但是你問 那個年代 政改方案的年代 北京是願意洋 他願意分一些東西給你 大家 大家都可以跳探戈 現在 你問習近平不是 習近平是整個年代 以往政改方案的所有成果都不要 他是要他自己給我了 大哥 那你怎麼樣啊 我們都要判斷我們那些 我們眼前的對手是什麼人 江澤民 也好 胡錦濤也好 談生意而已 那就在商言商 習近平不是在商言商的嘛 你明知道他是白卡的 你明知道他白卡的時候 你還敢做事都要談你不去玩呢 你沒有可能談下去的 所以你最後一定是大革命手場的 我們疏理回事就知道了 所以我不怪年青人 為什麼年青人他走向這麼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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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當然 這個 所以我用寫文字版的時候 我說這個是盛夏光年 兩邊的人馬的盛夏光年 《五月天》那首歌 台灣 盛夏光年 這個 這個 盛夏光年這首歌的歌詞是很有意思的 盛夏光年那首歌最重要是 那32個字的歌詞 放棄規則 放縱去外 放肆自己 放空未來 我不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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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現在覺得就是 他放棄所有規則 他放縱自己 放肆自己 結果就一下子衝過去 載過去 因為年青人是跟他玩這個盛夏光年的遊戲 你看 這個才是問題的 你聽完聖夏光年的 那個歌詞 然後你再想一下 現在當前習近平在想什麼 你就知道 為什麼一定是火車對撞 就是明居正港那些東西 台大教授明居正港那些東西 火車對撞 是這樣的 所以你不要這樣 所以你不要這樣 有什麼幻想 是讓步什麼 不好意思 習近平是要全盤我去 這個是文革的想法方式 這個是周黨20世紀中國政治講的那件事情 這件事情不是我們讓就可以 習近平就會給回我們 沒有的 只有火車對撞出去 只有直接火車對撞出去 只要撞出去 就結束了 這個形勢就是中國是先瘋了 你想想一下 所以你步向大革命是無可避免的 這件事情 這個是主觀以致不為客觀事實 客觀事實不為主觀意志所轉移 這件事情 這個是很不幸的 但是事實是這樣 社會制度不公 原青人不知道出貨在哪裡 這個問題我早就說了 2009年的時候 我想我寫blog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那個時候 TVB那時候 根國梟雄 柴狗那句經歷對白 人生有多少十年 你當這句對白得到廣泛回應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社會就是無人的大革命的時候 你問我為什麼會覺得社會步向大革命 社會步向大革命 我在2009年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這個社會是很不妥的 如果我真的要社回憶 我真的要說 我是由2003年 之後的香港社會 我已經覺得 一直以來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一個Nose Rosen的時候 你黃仁宇 如果你跟黃仁宇大歷史的話 你最後就是一場大革命的 你一定是這樣步 這樣走 你習近平到現在 他這樣步伐我香港的辦法 所以你最後一定是中港分家 但是那個過程是非常之暴裂 是自信 獨歷史嘛 我也是獨歷史 但是獨歷史就是我是黃仁宇那種 我是一個宏觀的角度 我們不能夠說 我們只是中國人獨歷史 如果中國懂獨歷史 就覺得 個別人的行為 我退讓什麼那些我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如果你看回萬一十五年 萬一十五年 無論張居正 無論你 張居正也好 名臣也好 他都沒有辦法突破那個困局 所以最後 你明代的困局一直延續下去 就是明亡了也沒有解決那個困局 結果 中國長期革命 香港的問題就是一個長期結構的困局 香港的問題就是一個長期結構的困局 香港的文化、文價值的方式、施設方式 跟一個完全不兼容的中主國在一起 結果就是貨車對撞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我想起這個問題上 我用一個這麼宏觀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說我寧願是站起西方的一面 甚至香港是應該跟西方融合而不是選擇歸英之號 因為我是看宏觀的那件事 這是宏觀的結果 這個是宏觀觀察的結果 是因為中國整個文化出了事 我們這個解決的 中國文化的出路是不到我們去處理的 因為中國的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的問題 多是幾百年積樂的問題 甚至是一千年都沒解決到 沒得搞的 那個是死局來的 所以你說香港民主運動有沒有妥協 沒有妥協的 你跟習近平退一千萬步 也不會有任何結果 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很早已經是 你問我 我一本真的是一個保守派 很老實 如果在西方來說我是保守派的 絕對是保守派的一員 我不說正式的 我經常持著的意見就是 有得可以三口六面 講數講得好的事情 你不要用正式的方法解決 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就是 大家有數講 有講數的機制 所有事情都是和平的 問題就是 中國人不買這套 中國人不買 中國人就是 我喜歡就整盤我去 亦都不講道的 亦都不會跟你分享 亦不會的 你看葉普成那班都知道 他哪會講道的 他不會跟你講道的 葉普成就是不斷地老惡你 你不斷地老惡你 所以最後逼迫我 我會直接當他們要遷滅他們為目的 這是我想的嗎 中國人嘛 這是中國人 這是中國人 所以你問我 我現在怎麼看香港民主運動 我就不 很簡單 年青人選這條路是歷史的必然 這個歷史的必然的原因是 因為中國這個困局 你是不能夠 你覺得 你是謙壤 你是謙謙君子 都不會解決問題 這個才是問題的真正原因 你多謙壤 你見謙信 他不理你 他不會和平 總之他要整盤我去 你怎麼搞 因為他覺得自己現在是最如日方中 報仇 報仇 好像二零鴨最德國 所以他說 放棄規則 放空未來 放棄規則 放眾去外 放肆自己 放空未來 然後怎樣 我不轉彎 所以你見到習近平做任何事都不轉彎 這是盛夏光年來的 你現在是香港這個盛夏光年年輕人一個新生族群和這個盛夏光年直接聚蕩 大哥 你不搞到宇宙大爆炸 你真是 然後還有 西方 西方不會由得你的 所以你問我 這個是一個 會 你問我 我怎麼看 我這兩年大革命 我看得很清楚 你問為什麼蔡子強 訪問一出街 除了接受香港人一訪問 有問題就是 為什麼很多人一字是負責 我聽到很多負責評論 很簡單 你根本都不要看清局 你做評論員不看清局是大件事 這是一個運功局面 我們在一個 制度上解決不了的問題上 所以才觸發大革命 這個 我只會可以說 那條路越限越極端 你見到其實網上很多人是 希望有一場戰爭解決中國這個國家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渴望 是因為 那個問題 你除了這樣 No other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這個是一個問題 中國的那個長期革命 陷入一個死局 中國的長期革命 陷入一個死胡同 因為習近平做 以整個中國人的短的視野 視野看不清自己的問題 他覺得就是為什麼 他只是要找人報仇 他只是要所謂強國 夢 目標一開始是錯的 他沒有看清楚中國的制度問題的時候 還要講什麼制度自信 因為是自卑嘛 自卑變自大 結果就喊卡了 我想我是一個做評論 很講落地的人 我沒有讀PhD的原因 就是我希望落地 所以見到我說了很多話 我都是很 要很落地就是這個原因 不要離地 離地 我亦都不喜歡 世事都被我看透了 那一隻 我都很討厭 我想 現在的局面是 沒有人想火車對撞 但是現實是 火車仍然會對撞 這個是無麻煩 年輕人沒有出道這個問題 不是說你 被人容易買的那些 那不是的 那不是那一回事 是整個社會制度不公的 整個社會制度並不是以 你的成就 你的能力去決勝負 你是以 所謂的你的身份 關係 決勝負的時候 整個社會是瘋了線的 是一定會出事的 不會不出事的 差點出事的 而且就是你那些政治權力 由一幫近親凡食的蠢才 去掌握的時候 就只會越來越蠢 這個我承認 那麼今晚我講到這裡了 這個 我會再寫一段文字去 去 summarize 我這個看法 但是葉普城就不要我那些 你不要我那些抽水 葉普城這幫人的問題就是 你一開始拜日一 由你祖師爺開始 就是當政府自己是一盤生意 跟一個 僱傭兵生意來做 為什麼我不是當私怨 如果我當私怨 我怎麼知道是葉普城 為什麼我追來追去都是葉普城 收錢講話不負責任 污染枉惡環境 我覺得就夠了 這幫人是馬共來的 你以為我很喜歡講這幫人 就是這個原因 那麼今晚我講這節講到這裡了 那麼英美時戰就 大概香港時間到3-4點左右 多久過